春节档是电影市场的传统旺季 今年春节随着多部精品立作上映 电影市场消费加快复苏 这里是济南百利公影城 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 那么前来观影的影迷已经是络绎不绝 通过上午售票的整体情况看 上午场的几部电影的电影票已经售庆 那么这其中有很多影迷 都是跟随着《流浪地球》第一部而来 那么再来感受一下《流浪地球2》 这部国产大片的独特魅力 《流浪地球2》是一部国产科幻类电影 讲述太阳即将毁灭 人类为了拯救地球 展开争分夺秒生死之战的故事 感觉特别的震撼 特效特别的好 然后剧情也是非常的感人 《流浪地球2》的导演郭帆 是土生土长的几宁人 前不久在电影推广活动现场 他还不忘向观众推荐山东 在这儿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兔年大吉 和家团圆幸福安康 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对电影《流浪2》的关注与支持 除了《流浪地球2》 今年春节档 还有《满江红》 《交换人生》等多部新片上映 涵盖科幻 喜剧 悬疑 动画等多种题材 为自己电影消费 山东多地出台措施 通过发放观影优惠券等措施 让观众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 那今年春节档很明显的是 大家都回来了 而且也超过了大家的预期 2023年以及土年的话 一定也会有 整个电影市场也会哄哄哄哄哄哄 数据显示 截至昨天下午4时 2023山东电影春节档票房 已超1亿7千万 2023山东电影春节档票房